全能神话语朗诵 皆是狄基督 第十条 藐视真理 公然违背原则 无视神家安排 六 三 亏视神预言灾难的话 刚才交通了 关于狄基督窥视神的话 是否应验的两条 一条是神的应许祝福的话 一条是神咒诅惩罚人的话 接下来再看第三条 神预言灾难的话 与前两条一样 狄基督对待这一类话 也是同样的态度 有好奇 想研究 想弄明白 也想看见 这类话应验的那一天 看见事实的出现 对待这一类话 狄基督同样是 在内心深处盘算 琢磨对策 产生各种的疑问 通过观察 检验这一类话 是否应验 来产生相应的对策 当狄基督读到这类 预言灾难的话时 他心里对灾难应验的那一天 充满了期待 也充满了各种想象 他希望神的这些话 能够应验 同时也希望灾难的降临 让他大开眼界 让他的愿望与欲望 得以满足 因为什么呢 神所预言的灾难 都与神的大功告成 神的得荣之日 还有圣徒被提 人将进入美好的归宿 等等这一切有关系 所以 狄基督对于神 预言灾难的这一部分话 更是充满了期待 充满了好奇 与前两方面的话相比 狄基督对这一类的话 是更加的感兴趣 在狄基督心里认为 如果谁能兴起一个灾难 比如地震 瘟疫 重灾 洪水 或泥石流等等 这些自然灾害 那谁就是大有能力者 谁的本事就大 就值得他跟随崇拜 也值得他信赖 所以同样的 狄基督把神预言灾难的 这类话是否应验 也当成了衡量神 是否是神的一条标准 他在心里不折不扣地 持守着这样一种思维逻辑 思想观点 他认为这种观点是对的 是成立的 也是聪明之举 所以从跟随神的那一天 从看到神预言灾难的话的 那一刻开始 狄基督就在心里 惦记着这事 惦记着神话中所说的 当末日到来 当神的工作大功告成的时候 神要怎样刑罚这个人类 神要将什么样的灾难 来惩罚毁灭这个人类 同时 神要用怎样的方式 来让这个人类落在灾难之中 而唯独跟随神 唯独神所称许的人 能避免躲开这样的灾难 能够不用受这样的灾难之苦 狄基督就把神预言灾难的 这一类话 看得很重要 在心里分析 在脑海里加以记忆 背诵 每一处涉及到灾难的话 他都牢记在心 同时也想象着 这种灾难要在什么时候应验 要如何应验 如果应验的话 他会怎样 这一类话是哪种灾难的预言 如果应验的话 他又该怎样怎样 自从看到这些预言之后 狄基督信神似乎有了奔头 似乎也有了方向目标 狄基督在等待灾难降临的同时 也在预备着自己的一切 他为了等待大灾难临到时 好得到神的保守 他传福音 撇弃了工作家庭 同时也为了在灾难临到时 能够生存下来 他常常谦卑地祷告神 让神所说的话快点应验 让神所要成就的这一切 快点成就 让神早日得着荣耀 早享安息 他早日得享天国的福分 从狄基督的这一切观点上来看 从他常说的这些话和祷告词来看 似乎狄基督很盼望神的大功告成 神早享安息 但岂不知 在这些盼望背后 隐藏着狄基督的祸心 他希望用这样的祷告 用这样的假象 能够避开灾难 让神成为他的避难所 他在预备着这一切的同时 也在盼望着灾难快点到来 神预言灾难的话 赶紧应验 在狄基督能够承受的极限范围之内 他一如既往地付出花费 受苦忍耐 绞尽脑汁的有好的表现 让大家都看得见 让大家公认 他为了传福音付了多少代价 受了多少的歧视迫害 为了等待这一天 他付了多大的代价 他希望神看在他受这些苦 付这些代价的份上 当灾难降临的时候 任何一样灾难都不临到他 同时也因为他所付的代价 在灾难之后 他有幸成为能够有好的归宿 能够得福的那一份子 狄基督在内心深处 不声不响地 人不知鬼不觉地 在盘算着这一切 终于有一天 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 狄基督受了挫折 他的行为 他的做法 似乎是被定罪了 这意味着 他的希望 他的幻想即将破灭 他的愿望即将不能实现 这个时候 狄基督内心深处 所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我都付出这么多了 我都受这么多苦了 我都熬了这么多日子了 我都信了这么多年了 我也没看见 神预言灾难的话 有哪句应言了 神到底还降不降灾呀 我们所祈求的 所等待的 神到底还成不成就啊 神到底在哪儿 神到底救不救我们 神所说的灾难 到底存不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话 大家赶紧离开吧 这神不能信了 没神啊 这就是狄基督的极限 一个小小的挫折 也可能是其他人 不轻易地一句定罪 揭露的话 碰触到了他的软肋之后 他就大发雷霆 再也忍不住了 再也装不下去了 第一件事就要暴跳如雷 指着神的话说 你的话如果不应言 你所说的灾难 如果不到下 我就不信你了 本来我也是看在 这些预言灾难的话的份上 我才传福音 我才付代价 我才尽本分的 没有这些话 我才不信你呢 看在这些话的份上 看在即将来到的灾难的份上 我相信你是神 但如今我都受这么多苦了 你所说的灾难也不来 外邦人有那么多作恶的 也没有一个受惩罚的 也没有一个落在灾难中的 他们依然活在罪中逍遥快活 而我委屈求全这么多年 就为了等待 你所说的预言灾难的话 应验的那一天 但是神你做什么了 你从来没有看在 我们苦苦巴望的份上 而显点神迹奇事 降下点灾难 让我们看看 来稳固我们的信心 来兼顾我们的忠心 你怎么不做一点 这样的事呢 你不是神吗 降下灾难 惩罚这个邪恶的世界 惩罚这个邪恶的人类 难道就那么不容易吗 我们就想从此事的应验上 来兼顾我们的信心 但你就是不做 你不做 那我们就没法信神了 我们就得不着什么了 信神也没什么意义了 不用信了 本分也不用尽了 福音也不用传了 临到一点小小的挫折 在生活中出现 一丁点的不顺 不如意 狄基督的本相 还有他内心深处 真实的想法 随时随地就能暴露出来 太可怕了 灾难什么时候降临 神预言灾难的话 是否应验 如何应验 什么时候应验 那是神说了算 神告诉人 那是给人面子 把人当人看 但并不是用这些话 来让你抓神的把柄 论断神 而狄基督误认为 神说了这些话 就应该让人 在有生之年 看到这些话的应验 否则神的话 就落空了 说话能落空的神 那就不应该是神 不配做神 不配做他的神 这是狄基督的逻辑 从始到终 狄基督只是想利用 神预言灾难的这些话 这些话让他受到了启发 让他想到了 用人的好行为 用人的一切付出 肉体所受的苦 来换得躲避灾难 这样的福气 从始到终 他只是为了躲避灾难 得着福气 从始到终 他并没有把 能发表这些话的对象 当成是神 从始到终 狄基督都是站在神的对立面 时时刻刻地 以检验衡量神的方式 来窥视神的这些话语 神的话语应验了 让他大开眼界了 按着他的口味 他的观点 他的需求应验了 那神就是神 如果违背了他的意愿 违背了他的观点需求 说这话的那一位 就不是神 狄基督有这样的观点 很显然 他从内心深处 就没承认过 神是造物的主 没承认 神是万物的主宰 这一事实 狄基督经过一番折腾之后 经过了一番忍耐之后 又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之后 得着了教训 不能轻易定归神的话 不能轻易随随便便的 就想以神的话 是否应验作为标准 来衡量神的身份实质 人磨练的还不够 还需要继续忍耐 扩大自己的胸怀 俗话说得好 宰相肚里能撑船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这点话不应验算什么呀 没事 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 再挺这么多年 兴许神的话应验了 我就得着了 再忍一把 再赌一把 不能发火 否则的话就前功尽弃了 之前受的那些苦就白受了 哪多不值啊 现在就暴露心里的想法 就站起来否认神 质疑神 指责神 这不是聪明之举 还得接着付代价 受苦 接着忍耐 忍耐到底 必然得救这句话 不能忘 到什么时候 这话都成立 到什么时候 这话都是至高无上的真理 要守住这句话 也要把这句话 时刻地铭记在心 消极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 敌基督终于又站立起来了 在神家尽本分的过程当中 敌基督在各种角色当中 担任各种工作 似乎外表没什么变化 但是信得时间越久 跟随神的日子越长 敌基督内心深处 对于神预言灾难的话 越是斤斤计较 因为什么呢 信神年头越多 就代表他付出的越多 撇弃的越多 他在世界上 越没有回头路 所以 对于这一类 预言灾难的话 敌基督就越发地 不自觉地想 但愿这一切是真的 这一切必然应验 他把这个必然 把这样坚定的信念 当成了自己 对神真实的信心 这份所谓的真实的信心 催促他尽本分 受苦付代价 忍耐再忍耐 就如外邦人所说的 爱拼才会赢 敌基督坚守 这样的信念的同时 在窥视着神的话 应验的那一天 终于 这一天等来了 这个世界上 不断地有灾难 灾祸发生 发生在各个角落 发生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族群当中 这些灾难 这些灾难有大有小 带走了不少人 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存环境 也改变了生态环境 改变了很多社会上 不同的结构 不同的生活方式 等等这一切 但不管怎样 在狄基督的眼中 神的话 还是在小小地应验着 这是他内心深处 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他觉得 自己这么多年 总算没有白熬 没有白等 等来了神话语应验的 这一天 这一阶段 但是不能气馁 不能放弃 还要继续忍耐 还要继续等待 不管怎么忍耐 不管怎么等待 让狄基督内心深处 感到最难过的一件事 是什么呢 小灾小难是应验了 饥荒 瘟疫 个别政权的解体 小小的都在应验着 那大灾大难 什么时候应验呢 狄基督一方面 相信神的话 有一部分 在慢慢地 逐步地应验着 同时又在怀疑 这些灾难 不就是一些 自然灾害吗 有史以来 灾难都是不断的 这些灾难的降临 是不是神话语的应验呢 如果不是神话语的应验 那又是什么呢 不能这么想 信神的人 应该相信神的话语 可神的话 这么容易就应验了 那神是怎么做的 我怎么没看见呢 我怎么就不知道呢 如果是神亲手做的 信徒应该看见 神应该给异象啊 可我们既没有看见神的手 又没有听见神的声音 那这些事 会不会是巧合呀 不能这么想 这么想 人就软弱了 还得相信这一切 都是神话语的应验 就当是神主宰 就当是神的话语应验了吧 不是巧合 这样心里踏实一些 他觉得自己这么想很聪明 分析得不错 既能不怀疑神 又能稳固自己的信心 另外还能平复自己内心 排山倒海的不安与欲望 狄基督在做出暂时让步 与妥协的同时 在等待着大灾大难的降临 大灾大难什么时候降临呢 大灾大难降临的时候 圣徒被提到空中 被提到空中是在哪啊 怎么提啊 是飞上去 还是神用手把人提上去 大灾大难来的时候 人还有肉体吗 人还穿现在的衣服吗 外邦人是不是都死了 那是一种什么情形 什么状态呀 这个事人也没法想象 先不想吧 就当神的话必然能应验 但真能应验吗 哪天应验呢 狄基督在心里不停地反复问自己 也反复提出疑问 因为这灾难与他的前途命运 息息相关 紧密相连 所以 狄基督认为 时刻不能放松 对灾难应验这个事的追求与观望 不能放弃这个事 那自己得做点什么呢 得广传福音 好好尽本分 别打岔 别打岔 别搅扰 别出错 低调做人 别嚣张 只要不出错 不被开除出教会 这就行了 进入避难所 必定有份 这是神的应许 谁能夺去 在小灾难逐渐降下的时候 在整个人类落在灾难中的时候 狄基督内心深处得到了平复 也得到了些许的安宁 同时 他又在期待着大灾大难的降临 期待着圣徒被提的那一天 不管怎么样 狄基督在一如既往地窥视着 关于神预言灾难的话 这样的窥视对于神来说 是如撒旦一样的窥视 这样的窥视在神来看 是怀疑 是否定 是诋毁 是在分析神的对错 是在质疑神的身份 质疑神的权柄 神的全能 也质疑神是信实的 神不允许这样的事出现 也不允许这样的人出现 更不会拯救这样的人 狄基督在暗中所思索的 在内心所盘算的 所产生的这一切对策 他认为是最聪明的 也是最隐秘的 岂不知 神对于他所思想的这一切 都看在眼里 同时加以定罪 这就是神所说的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神在心里暗暗地告诉这些人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亏是我的作为 亏是我的话 这一类人 是永远都不能蒙拯救的 狄基督把神预言灾难的话 是否应验 当成他追求的目标 当成他检验神的对错的一个标准 这是很可怕的事 这也是恶行 神无论说哪方面的话 是否应验 以怎样的方式应验 在什么时候应验 在何地应验 都有神自己的方式 人类有幸能听到神的这些话 那只不过是神对人类的恩待 神说这些话的目的 并不是让人类 用神所说的这些话 来约束神 来检验神的对错 来证实神的身份 神说这些话 只是告诉人类 神要做这样的事 但神从来没有告诉哪个人 我要怎样做 这件事情我要做在谁的身上 在什么时候做 以什么样的方式做 神没有告诉人类的事 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那就是人类不需要知道 也没有资格知道 所以 如果人类总想过问这些事 总想抛根问底 总想用这些事抓神的把柄 用这些事来论断神 定罪神 当这些现象发生的时候 那人类无形中 是站在了神的对立面 当你站在神对立面的时候 神就不把你当人看了 那你是什么 你就是神眼中的撒旦 仇敌 魔鬼 这就是神不容忍触犯的 那一部分性情 人如果不懂这些 常常在神预言的话上 做文章 抓神的把柄 那我告诉你 这是在作死 无论在什么时候 人应该知道自己是谁 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以什么样的理智 站在什么角度上对待神 对待神的一切 人失去了受造之物的身份本位 人的实质就变了 如果变成动物 神也可能不搭理你 你是无关轻重的东西 如果变成魔鬼撒旦 那你就危险了 你变成魔鬼撒旦 就是变成了神的仇敌 那你蒙拯救的希望 就永远没有了 所以 在这里 我要告诉各位一句话 不要窥视神的行为 不要窥视神的话 不要窥视神的做工 也不要窥视 任何与神有关的事情 你是人 是受造之物 你就不要分析神的对错 不要把神当成你分析 研究的对象 不要把神当成你窥视的对象 你是受造之物 你是人 那神就是你的神 神的话 就是你接受的对象 神说了什么 你就接受什么 神没告诉你的 涉及奥秘 预言 涉及到神的身份的事 有一点是确定的 这些你不需要知道 你知道这些 对你的生命进入 没什么益处 你明白多少 就接受多少 别让这些成为 你追求性情变化 追求蒙拯救的拦路虎 这就对了 人如果站在神的对立面 去窥视神 而且屡教不改 顽固地持守 用这种方式态度 来对待神 那人蒙拯救的希望 就很渺茫了 狄基督窥视神 预言灾难的话 这一条 咱们就交通到这儿吧 帮助 פ Papa 咱们告如何 fam 优优独播剧 优独播剧 loops 前面 随